國共聯合去抗日的時候 大家都記得當時的白露軍 和其他軍隊表面上去抗日 表面上去抗日 表面上去抗日 號稱愛國的黨 在很多時候 都是跟我們的敵人走在一起 其實抗日勝利戰爭紀念日 是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日子 我覺得這是我們每個中國人 一定要有一個隆重的紀念 我特別反對有些同事 藉著民族大義 仍然要抽政治的水 就像郭家琪不改斷章取義 抽水反共的本色 將我們以前國家領導人的說話 斷章取義 而且亦是無根無據的字 但我們不能忘記 三千萬軍民犧牲的代價 十四年漫長的抗戰 去換取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 我多謝你提供的笑料 要多謝郭家琪議員 對歷史的無知 去說明我們歷史舊的狀況